近日網上流出 東風汽車集團用普通鋼材做軍用越野車 結果在中印邊境衝突中上陣被打穿 導致士兵死亡的醜聞 今年6月 東風汽車集團特種裝備事業部兩名高層相繼落馬 隨後東風汽車集團高層人士密集變動 總會計師換人 消息指軍方控告先正啟出其中貪腐醜聞 軍方直接取消東風軍品供貨資格 退貨5,000架 值得關注的是 東風集團董事長竹延峰曾長期在一氣集團任職 一氣集團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第一個法職地 竹延峰與他的父親竹培耀與江澤民的關係非一般 網傳中共軍用越野車造假 車身被擊穿導致士兵死亡 旅美民權活動家韓連潮等人8月3日在推特上披露 東風汽車集團貪腐 軍車造假醜聞 推文中的對話截圖顯示 東風集團的高機動型軍用越野車 東風猛士涉嫌用低架降替代高側降 層層收回購層層層分贓 印度與中共軍隊至5月初以來 就在實際控制線的拉達克地區發生激烈邊界爭端 6月15日在加爾曼河谷發生致命衝突 造成20名印度軍人死亡 中方則對傷亡人數秘而不宣 東風軍車腐敗案引發輿論熱議 與此同時 東風汽車集團特種裝備事業部 兩名高層涉嫌貪腐落馬 與中印邊境衝突及東風軍車腐敗案被曝光 和時間點商吻合 6月28日東風汽車發布消息稱 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特種裝備事業部 副總經理周旺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紀委紀律審查和實驗市監委監察調查 並被採取留置措施 上述通報的落款時間為6月24日 也正在當日 湖北省紀委監委網站對外發布消息稱 據實驗市監委消息 東風公司技術中心副主任 陳建賢涉嫌嚴重職務違法 經湖北省監委指定管轄 目前正接受實驗市監委監察調查 並被採取留置措施 東風公司紀委就陳建賢涉嫌嚴重違紀問題 與黨紀立案審查 陸媒追問誰該被追責 周黃聖和陳建賢相繼落馬後 陸媒及大陸入門網站紛紛轉載 頭條新聞的一篇文章 文章質疑 一個月內 兩宗反腐大戲 在同一個據點上連接上演 很難不讓人想起其中的關鍵性 為何貪腐違紀案件 屢屢發生在特種裝備事業部 而且都是位高權重的管理層 兩宗案件之間究竟有多錯綜複雜 7月1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通知 任命馮長軍為 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黨委常委總會計師 7月31日 東風汽車集團對外宣布 楊青任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黨委副書記 不再擔任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職務 馮長軍與其他東風汽車高管職務內部變動不同 馮長軍是由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有限公司 財務部主任 調任東風汽車集團總會計師 其會計師專業及長期從事財務工作的經驗 為東風汽車集團財務審計 清查埋客服筆 2007年12月 46歲的竹彥鋒 從一氣橋車總經理轉入政壇 任吉林省常委兼副省長 並在2012年初一度成為吉林省熱門人選 2013年3月31日 大陸財新網報導說 多個消息確認 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竹彥鋒正接受中紀委調查 而該報導就突然在31日晚間被突然刪除 值得注意的是 財新網並未對刪除此報導作出解釋和道歉 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期間 中紀委曾在2013年和2014年 對一氣進行了兩次巡視 發現了多方面的問題 有高管分別落馬或跳樓自殺 而且包括 退休已經多年的一氣集團公司 原副總經理 安德姆在內的 預50名高官被捕 2015年3月15日 和竹彥鋒共事20多年的副首 中國第一氣車集團公司董事長徐建一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在中共兩會結束後被帶走 同年5月 東風氣車公司董事長徐平 調任一氣車集團董事長 竹彥鋒 調任東風氣車公司董事長 黨委書記 一氣集團的前身是 長春第一氣車製造廠 也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第一個法績地 江澤民在1956年從蘇聯回國之後 擔任長春第一氣車製造廠動力處副處長 副總動力師 動力分廠廠長兼任黨支部書記 一直到1962年離開 每次江澤民去一氣 就總是外話 我是一氣人 據報 對吉林有感情的江澤民 是中央部門大量起用一氣出身的高官 也不斷提拔吉林邦的人馬做高官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被視作吉林邦幫主 竹彥鋒的父親竹培耀 和一氣原動力分廠廠長 一氣副廠長沈永賢 早在1950年就是同事 竹培耀為沈永賢的班組長 江澤民和沈永賢和竹培耀的關係非一般 江澤民在一氣的歲月 即為沈永賢為拍江澤民馬屁所寫的 1990年尾 汽車市場萎縮 一氣積壓了18,000輛車 資金周轉非常困難 沈永賢到北京去江澤民家訴苦 江澤民打電話被解放軍總後裝被捕 一句說話 李曼百架車給部隊 國務院撥6億 部隊拿2億 裝備部領導只能點頭 2000年8月25日 江澤民第三次到一氣 接待他的正是時任一氣集團公司總經理竹彥鋒 西方機